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竞选团队坐在脸书PO文,对外征求财务监督委员会委员,外界质疑科士担心再度被贴上冠老板标签。 柯文哲今受访解释,2014年选举时他的账已经是所有候选人最前进清楚的,但到现在还有人要讲话,所以钱翠每次都进步一些。 前翠组个委员会,让每一份支出都有人看过,最好在上网公开柯文哲竞选团队以群众募资方式集资,并打算设置财务监督委员会,征求7名委员,其中3名由参选人,及柯文哲,指定为经手选举费用的人士担任,另4名则是外部人士,其中韩立明进办聘请的独立签证会计师, 邀请有群众募资,财务会计,法律背景的民众加入。 由于柯文哲日前遭2014年竞选幕僚刘坤里爆料是贯老板,拗薪资,奖金,还不替竞选团队员工加保劳健保。 媒体今问柯文哲,设置财务监督委员会,是否害怕又被贴上贯老板标签,柯文哲表示,自己募款不是为了有监于搞基金会,也不是要多募点钱可以不计账,放进口袋里,所以既然不是打算以选举赚钱,那就设个监督委员会。 柯海说,2014年选完至今,仍有人讲当时的账怎样怎样,他不敢讲这些账目100%完美,但绝对是当时所有候选人里面最前进清楚的,如果是这样,那钱粹每次进步一些,设个委员会,还选,外聘委员,让每一份支出都有人看过,而且是外面的人看过,最后最好在上网公开。